有經理的粉絲們,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念詞 洛基女的24堂健身教練課 已經來到了第15堂 健身的人都會告訴我一句 他們覺得很經典的話 就是你對自己有多自律 你的身體就會怎麼樣去回報你 所以規律的運動、規律的運時 還有陽光正向的樂觀的態度 一定是可以帶著你往更好的地方前進的 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往正確的方向前進的 我們一起往前走吧,GO! 膝蓋撐開,膝蓋不夠撐開 幫我把雙腳併攏一點點 然後腳轉出去30度腳,對好 再往下蹲,你還有空間 讓膝蓋撐開,腰往內夾對 然後直直的往上走 兩下 好,休息 9 10 11 12 13 14 15 好 這是用力的感覺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是 很好,挖這個蛤蛤出來 直上直上 身體不要往下走 肩膀都只會往上走 在下面不用停很久 到點就上來 好,上 好,放回去 加油 挺胸挺好 好,推 你要對到天花板的哪裡要知道 然後 上去就會很準確的到那個位置 手伸直了 有沒有比自己想像中還要輕 手伸直了 站直上又直屁 想著推屁股 你要送我兩下嗎? 好,換邊 多說加油 好,學會 太緊張 用力了 手伸直 是這樣嗎? 對阿 等一下 10 10 最後一下 休息 好 結束了 今天教練跟我講一個觀念 就是休息才是你的肌肉去開始長的時候 就是重訓是一個破壞的過程 那你在破壞之後 你一定要讓他有充足的時間 有好的飲食 才能夠讓他的肌肉長出來 但是如果你不斷不斷的去逼迫他 讓他沒有時間休息 也沒有得到好的營養 他是不可能變強壯的 重訓是這樣子 人生也是啊 你的生活當中 你可能把工作佔據了你的80分 剩下20分給運動 你以為你的運動可能一個禮拜只有一天 應該不會太累 但是如果你在工作上面 把人本有的80分 用花了90分 其實你就副獨了你在運動之後 應該要有的休息時間 所以我們都應該為我們的人生負責任 應該要好好的休息 善待自己 吃好一點 休息久一點 而且心情保持快樂 這樣子我們的人生才會更美好啊 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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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